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开箱美光Crucio MX500 1TB 2.5吋SSD固态硬碟 老实说 最近会开箱测试一堆从入门级到高阶2.5吋SSD 算是一时的无心插流的结果吧 而我最终主要目标是要买一颗 MX500 1TB 2.5吋SSD 来给我测试机材用 因为我手上已经有MX500 250GB和500GB SSD 现在就差一颗1TB大容量还没有入手 再说现在SSD储存颗粒再大量出货换现金 入手一颗MX500 1TB应该是最好减便宜时机 结果呢 从今年1月初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现在MX500 1TB 它老人家还是老神在在 价格还是很硬 高高挂在台币2000元以上 硬撑不降价 真的气死我了 实在没有办法 我只好在虾皮购物找一家 肯让我走第三方出货 省抽成费用 我大约一颗韩运寄到手 约花了台币1820元 也算是不如小补 如果你还有看到全新更便宜MX500 1TB应该可以吗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谢啦 嗯 这美光Crucio MX500包装外盒风格 多年来都是一样 没什么改变 唯一差别可能是在早期 SSD固态硬碟很贵的时代 是用上精美包装性更佳 上开硬盒包装 而现在就是改用简易的纸盒包装 在盒子正面有大大的标示MX500产品名称 上面贴有台湾代理商结缘 贴纸上有产品规格说明 左下角则是贴上你购买SSD容量封条 在背后就是产品使用虚支 盒5年有限保固标示 那快来打开盒子看看吧 盒子里面附上一个真高框 让你可以贴在2.5寸SSD后面 方便你修改厚度 给老旧笔记型电脑能锁上固定用 一张安装SSD注意四项说明书 而在SSD固态硬碟主体是用铝合金材质外壳 四周是用螺丝把SSD固态硬碟组合在一起 看样子要把它拆开应该是不难 而且在上面完全看不到有保固防拆封贴纸 这下要来拆开看不就更方便了 真的有过大气的厂商 完全不怕你拆开来看 好快来打开看看MX500 里面放了什么好料在里面 但当我把上面的4颗螺丝拆掉后 上下盖还结合的很紧密 完全不会自己分离开 来用指甲抠看看能不能把它打开 哎呀 找不到比较好抠下手地方 四周密合度也做得太好了吧 哦 打开了 原来从这插座空间轻轻一抠就下来了 嗯 这内部也是整洁干净 没有到处涂鸦做记号 嗯 不错不错 诶 怎么又拿不起来 不会吧 还在用两颗螺丝固定主板 也太高纲了吧 哇 不会吧 这MX500在它的主控晶片和储存颗粒上 贴有散热贴 这是目前拆了那么多颗2.5寸SSD固态硬碟 最用心的一家厂商 而它的主控晶片是用惠隆SM2259HAC 好像多年来都没有换掉过 如果你有拆过看到不同型号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另外在上面的记忆体和储存颗粒都是用自家生产产品 储存颗粒在正面有两颗 而在背面也有两颗 所以是用4颗250GB组合成1TB空间来使用 那开箱就先介绍到这里 快来上机测试看看 这个大家都说赞的MX500 1TB效能在哪里 这次测试机台主机版是机家D690搭配CPU是Intel 13代i913900K 记忆体有32GB 频率为3600MHz M.2 SSD是金士顿KC2500 250GB 读写速度有3500和1200MB每秒 显示卡是微星Gaming X3RX6900XT 16GB 目前测试试捏温度为23度的台湾春天 首先是CrystalDiskInfo 目前是全新未使用的SSD MX500目前待机温度有25度 真的有贴上散热贴片就有差 目前测试试内温度比在测试KC600高出6度 MX500待机温度只有比它高出1度而已 看样子下次买2.5吋SSD 如果是铁壳材质 我都要来自行DIY加贴散热贴来加强散热 但再多次用CrystalDiskMark 狂操读写性能测试 MX500的工作温度马上狂升到37度 前后比较足足提升了12度 我是当场傻眼的 不是加贴散热贴的SSD工作温度怎么还是那么高啊 想想我应该是少考虑到导出来的热能 还是需要机格风扇帮忙带走热能 不然它还是会一直闷热在测试机材上 而在最后空盘08测到读写速度有 读取561MB每秒 写入507MB每秒 就差不多在高阶2.5吋SSD的表现 在4K Q1 T1也是有不错的水准表现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1203分 IoPS约在95000和78000左右 老实说测到现在大约和KC600大同小异 两者落差不会太大 都是高阶2.5吋SSD固态硬碟表现 接下来是大档案读取测试部分 一样用IDA64来对MX500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MX500它全程是用526MB每秒读取速度到结束 虽然是比KC600小慢不多 但你可别忘了MX500可是4年前的产品啊 依当时4年前的2.5吋SSD读取速度 可是打趴一堆同等级产品 接下来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可以发现MX500会出现很规律的掉下来的波段 感觉是在一定时间内会出现垃圾清理回收整理功能 但也还好对写入速度掉速影响不会太大 通常在一下子就会马上拉回正常写入速度 都能平稳在478MB每秒写完到底 接下来用实际档案来写入测试 一样使用上次的52GB大小测试档 复制到MX500ETB里面 也不知是不是ETB大空间的优势 在初期写入速度 它像是无法控制的野马一样 马上暴冲到1GB以上的写入速度 让我吓了一跳 还以为放错硬碟拷贝到M.2 SSD硬碟上面 但我的52GB档案甲也不是在吃素的 一样拷贝到10%后 它就乖乖又回到正常写入速度 在500MB每秒上上下下的跳动写入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850MB每秒 最低速度可以来到133MB每秒 当写到70%它才知道我的52GB有多难搞处理 马上降速到120MB每秒的机械硬碟写入速度到结束 但别以为就能这样简单结束了 我们再把52GB重复拷贝到MX500ETB里面 这下先前那种狂妄霸气就完全不见了 直接恢复到正常稳扎稳打的写入模式 初期写入速度会在150MB每秒 过了10%后就狂飙到500MB每秒上下写入 最后一样在70%掉速到130MB每秒的机械硬碟速度 到写完 目前拷贝进度也已经达到50%半盘空间 我们再来用Crystal Dismark来测试读写性能有没有变化 欸还不错哦 大约和空盘0%很接近都在公差范围里 读取有558MB每秒写入有510MB每秒 还没完哦 我们继续再用52GB把MX500ETB塞到99%满载 再连续多次拷贝写入速度都是一样没有变化 也没有出现太夸张的掉速问题 而大约在最后拷贝还剩于37GB空间时 这时写入速度就提前在63%降速到机械硬碟130MB每秒到写完 我也查看在我不断极限狂操拷贝到满盘的MX500ETB的工作温度 最低有40度最高可以到46度 哇这样测试对它压力还真的不小啊 那一样再用Crystal Dismark来测读写性能 看看有没有掉速到很惨的结果 哎呦没看错 读取有558MB每秒写入有510MB每秒 就算达到99%满盘MX500ETB 还有高标水准完全不掉速 这也难怪这4年多来大家会第一推荐购买 2.5寸SSD固态硬碟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算用到最后一刻 你也不会觉得你的电脑有卡卡变慢的问题发生 最后在ATD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B以上区块的读写表现 真的没有我预计的好 约在299-401MB每秒 但你也不用担心MX500的强项 就是用到最后一刻它还是一样高读写速度 当到256KB就能达到极限值486-535MB每秒速度 测试到最后也是表现一样 没有出现掉速问题 那以上是美光Crucio MX500ETB 2.5寸SSD固态硬碟测试 看完全部测试后 你就会知道这4年多来为什么大家都告诉你 如果什么都不了解 又想买稳定不掉速的2.5寸SSD来做细总碟用 就跟着大家买MX500 保你永保安康电脑顺顺利利追分成功 但也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MX500的价格会贵一点 算是在中阶的价格里面 可是我还是扰话一句 SSD固态硬碟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如果是作为开机系统硬碟 你的SSD固态硬碟品质更是不能省 该花的钱就要花下去买 买到酱素卡卡比随身碟还慢的SSD固态硬碟 是真的会让你卡到生活无法治理 谁也帮不了你 不信邪又铁齿的观众 不相信的话强烈建议 你一定要亲身体验一下 就能了解其中的奥妙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做了这一系列 谢谢从入门级便宜到贵死人的 高阶SSD固态硬碟测试影片 可以帮助到大家早早回头是岸 请勿贪小便宜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